据西班牙媒体RSE的最新报道,巴萨中场拉菲尼亚,接近加蒙西甲敬旅皇家贝蒂斯,巴西人的父亲兼经纪员马迪霍正,在两家俱乐部之间穿针眼线,尽管在季前赛中表现出色,但拉菲尼亚似乎依旧没能打动主帅巴尔维德。 在这种情况下,这名巴萨清雪球员,为了获得稳定输场机会,只能离开诺克安府。 根据报道,马金霍在昨天前往了赛维利亚,并与皇家贝蒂斯方面,进行了相关接触,而根据此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,皇家贝蒂斯与巴塞罗那距离达成协议,仍有着一段差距,利益军团提出的先足后买的方案,已经被红蓝军团否决。 巴萨方面只想以3000万左右的价格直接将球员出售,对于贝蒂斯来说,拉菲尼亚的传球能力,中后场推进和出球能力,都是他们所急需的。 毕竟在新赛季西家手绣三球布迪萨尔塔的比赛中,已经证明了威廉陶瓦略,华尔达多以及卡纳莱斯,这中场组合确实有所欠缺。 拉菲尼亚在今年1月份已先租后,买的形式加盟了国际米兰,在17次,一场比赛中卫球队贡献了2球3助攻,可以说成为了国米中场推进组织的一大利器。 尽管如此,蓝黑军团却因经济原因,没有激活球员3500万欧元的买断桥款,去租警球也被巴萨拒绝,一旦拉菲尼亚加盟贝蒂斯,对国际米兰来说绝非好事。 一方面,这意味着他们东西在苏拉菲尼亚的如意算盘将会落空,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此前有一株介入阿玛里奥,德贝蒂斯不会再对其感兴趣,已经彻底被国米放弃的葡萄牙人将会更加难以送走。 毕竟另外一家感兴趣的俱乐部,塞维利亚,也已经从罗马迁向了哥隆纳,先年25岁的拉菲尼亚出自拉玛西亚情绪体系,不过一直未能在巴萨一线队站稳脚跟,输赛期以来只代表红蓝军团在西甲出场48次,展会8球3助攻。